大家好,今晚是7月25日晚的映画春秋 今晚都是两位主持,我和Thomas 本周有两套大片,一套是澳门海蜜,一套是Barbie Thomas看了澳门海蜜,我还没看 因为很夸张,爆得很厉害 因为我们想看35mm的飞林版,就算35mm 或者IMAX都爆得很多,满墙人数很厉害 所以这几个星期内,等人数没爆得这么厉害 我才去看 讲一下飞林版吧,讲一点点 我只是想问你一件事,有朋友看完 BC的飞林版就告诉我,好像有些蒙和声音有些刺激 我想问Thomas,你有没有这个情况 声音是有些刺激的,因为它有很多低频的爆炸声 那些声音是很明显听到的 我觉得是和它那个MP5是有些关系的 我估计它数码用的手机和飞林用的手机 应该是两部不同的手机 你平时看BC的数码片是没有这个问题的 那你去看回飞林版吧,首先飞林版的声音是印到飞林里面的 某程度它不是完全一个Digital的声音 所以你听这些声音是觉得有些散的 还有会拆的 至于画面方面,因为我是坐最后一行 所以我就不太拆各个画面蒙这个问题 因为飞林始终的原理是靠光学投射的一张飞林 所以其实它的画面是比较疏和暗的 就是和你看数码版的理由比较 我坐最后的行业实际上就不觉得很蒙的 到最后出End Credit的时候那些字你就会觉得好像不太清楚了 所以如果你乱看数码的影片的话 我觉得也未至于有需要去看一个飞林版本 反而你说iMAX版 因为香港的iMAX始终都不是用了一个全比例的1.43比1 来到去投射的画面 所以我觉得你就算看iMAX 可能都未必说和飞林版的分别真的很大 那可能是不是会 如果是看飞林版 我去一些... 其实我记得香港好像只有... 太古城 太古城,PE和BC有飞林版的 因为我想那些有三部机在那里 PE...不是,PE那里不是大场的 其实我看它的院都是小院 三间都不是大院 OK 那还有讲多一点点 就是它怎样去出那个字幕呢 因为你过往呢 就是我们看这些飞林的西片 其实就用了个压字幕的方式 来将一个原本的飞林 然后有部机 然后就把那些字幕 压到飞林里面 但是因为你现在全部都... 数码投影的关系 所以那部机应该都... 无用了 应该都成为一个历史文物 那它怎样投射中文字幕呢 它就是用了一个... 用了一个电脑投影的方式 射到字幕上的画面上的 咦,那么有趣啊? 真的不同 但是它有跟电影节那些 投射字幕有点不同 因为电影节那些投射字幕呢 就是主办当局 他带一部投影机 进一间戏院 然后就在其中一个位置 安装了一部 安装了一个脚架 然后安装一部投影机上去 然后就射字幕下去 是啊是啊 但是它这次BC的做法 是直接用了那部 DCP那部数码投影机来射字幕 另外就有一部飞林机来 去出画面的 就是它是两部投影机一起射的 哦... 因为我们以前看的飞林字幕 它直接吃到飞林里面 那当然现在就不行了 就是刚刚你也说到 我想那部也不知道去了哪里 所以它就用... 但是它的字幕你是看得清的 最清楚是那个字幕 因为它数码投影的 哦... 因为这部电影呢 我们再讲多一点 其实我还没看的 所以我打算我看完才长讲 其实我想都挺复杂的 这部电影 不是复杂在它的拍摄手法 而是它的资料的多 其实会比较是 所以都是適宜先看 因为我记得龚德超他去... 因为他要做访问 那去了纽约看 他是看英文版的 那他自己都说 其实里面有... 最好就是看中文版 就是有广东话 就是有中文字幕 就会方便一些 因为它里面有一些 尊属的名词 其实我们是不会懂的 但是如果你没有看... 你看英文版 没有看一个中文字幕的时候 也都有可能... 我们不会懂这个字幕 就会... 好像错了很多东西 那这个... 所以我觉得... 有机会在香港 就看有一个中文字幕 就会... 我想会清楚很多 里面的内容会... 奥班开密暂时讲到这里 跟着我们就讲到另一部大片 就是这个《Barbie》 《Barbie》 《Barbie》这部电影在美国 就应该... 是今年暂时开画票房最好的一部电影 其实很有趣 《Barbie》这部电影呢... 他开初呢... 其实是... 其实这个项目是搞了很久的 但是一直以来... 其实我记得好像... 人... 角色都... 主角都换了几次 那时候是想找... 肥妹... Amy Scheiffer 是不是... 我不太记得她的名字 肥哥哥呢... Amy 本来是她做的... 但是她就说... 剧本业... 剧本不够... 不够女权... 女禁是这样的说法... 所以她倒下了... 那这个项目就... 不知道为什么... 一路... 转转面面... 那最后... 就在... 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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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原来... 啊... 原来...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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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她找她... 来做导演的... 那所以... 所以呢... 啊... 那里面... 其实... 其实... 如果大家... 清楚这方面的东西... 而又再看... 芭比那部电影... 你就会很佩服... 芭比那个... 眼光... 其实... 因为... 如果你看完整部电影... 其实... 它... 大家... 你看... 它不是给你很多资料的... 其实... 你只是看完整部电影... 你以为是一套疯狂的... 喜剧... 那... 但是... 也有人... 去形容... 哇... 咦... 原来... 我又不是看了一套... 这个是挺好笑的... 但是... 你... 你... 你看的时候... 其实... 那些东西...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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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套... 就是... 用一些... 很... 很... 很韬澜... 很辛烂的画面... 和一些喜剧的手法... 去... 去... 讲... 存在主义... 其实... 很哲学性... 就是... 如果我这样讲... 大家会很害怕... 哇... 哇... 这是什么来的... 这一套... 什么来的... 你会明白... 他说什么来的... 你会明白... 看完... 但是你會令你反思一些東西 我覺得這個就是 Bobby這部電影最厲害 可以瓦族共賞的一個點 但是 其實我也覺得有點有趣 我不知道是Thomas你看過場 我看過場有一個媽媽打了一個女兒 那個女兒很小 可能她以為是寬天喜地的 喜劇 但是其實真的 小朋友進去看 我覺得會不知做什麼 去到中斷之後 你那一場有沒有 這個情況出現 有 但是我都沒有留意 觀眾的反應是怎樣 我覺得從小朋友的角度 去看其實 畫面燦爛吸引到他就可以了 就像你看Pixar的動畫 那些小朋友 是會被卡通人物 或者被畫面所吸引 但是他未必會 了解到 就是那套電影裡面 所表達的一種 很成人的一個信息 Bobby 都是 都是在做這件事的 如果你在看這套電影 其中一個編劇就是 我們大家比較熟悉 他的作品就是包括有一個 婚姻故事 白噪音 然後有一個 邁爺維斯加的故事 全部都是一些很藝術性的電影 但其實他都編過一些 很幻想的東西 有一個 超級狐狸先生 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 我有看過 有看過 很好看 Fantastic Fox Mr.Fox Wes Anderson 一套很好看的作品 這套電影 很難得的 然後他有編過一個 馬特加斯加第三集 歐洲大圍捕 即是方塞塞奇編第三集 想不到 即是他都有商業 很重卡通片的一些編劇的經驗 所以我覺得 他將Barbie這個角色 即是他重新去塑造成為 他一個想表達訊息的一個人物 我覺得他在這套電影是成功的 雖然他裡面說的話很多 多到說你其實你都 你看完整套電影一百二十分鐘 都不是那麼消化得及的 但是他的畫面和拍攝手法 是令我很驚淡的 其實是 因為我沒有想到 Greta 她是可以玩到這麼瘋 即其實 先是 我很佩服她的道具 她的所有 和拼拼 原來她連工作人員都要穿粉紅色 即是可以融入 大家可以把整個世界 融入去這個粉紅色 是世界裡面的 其實 你看到其實 電影公司都出了一些資料 例如說你留意Barbie的世界 是沒有一個黑白色的 還有他們 真的 很多是真的Barbie 因為我小時候有玩Barbie 其實裡面有說一個很現實的東西 即是好像 Shasha 其實去到現實世界 有個小女兒 十五歲的小女兒 Shasha 其實Shasha說她沒有玩Barbie 她說我五歲前玩Barbie 就是那時候Barbie的廣告 買得很厲害 就像你那樣 那時候你們男生 看什麼 G.I.Joe 類近的那些公仔 但是我們女生看Barbie 因為Barbie很夢幻 在裡面其實有看一件事 她說的一件事 其實剛剛是很重案的 Barbie是讓你去逃避現實 這個是一個夢幻的世界 你可以憑Barbie 你可以有很多幻想 你可以滿足一些 你在現實裡面 是不能夠發生的事情 所以為什麼女生這麼喜歡玩Barbie 然後去開頭說那個 好像2001太好漫遊那個 其實那個 如果你有看Netflix 有一個叫做玩具故事 The Toys That Make Us 好像Episode 1的第二集 就是講Barbie 其實真的 因為那時候女生 是沒有玩具玩的 在那個年代 就是好像 平面說Roof 就是Battel的始創人 其中一位 也是Barbie的創作者 她也有說 以前的女生 真的就是玩煮飯仔 那些洋娃娃 總之你的職責就是 臭小孩 但是她覺得 她的女生沒什麼玩 她的兒子 很多飛機大砲都可以玩 她的女生 只是玩那些 這些是出賣年齡的東西 我不知道Thomas 你知不知道 剪紙換衣服公仔 就是那些女生紙來的 如果你要換衣服 就是另一張紙 卡在她的另一張紙上 你就當她換了衣服 那時候只有這些 這些平板的女生玩具 很無趣 所以Roof最後去到 其實Barbie原型的樣子 其實是 我有沒有記錯 我希望我記錯 德國其實是一個 一個 報章上面 其實是一個 叫做 妓女 一個很出名的妓女 的外形 造型 然後她拿回來 美國之後 其實她沒什麼 大改她 就是Barbie最原始的樣子 所以才令到那些女生 開始轉移去玩Barbie 因為我不再是 好像以前那些公仔 只是跟她照顧小孩 餵她吃奶 Barbie是有很多夢幻的東西 例如 他好像戲裡面都說 Barbie 就是Barbie的世界 其實是 什麼行業都有 就算連女總統都有 因為我看回玩具 那次是200幾年 就是有出過女總統的Barbie 有啊 好像是2000年出的 2000年之後出的 我應該沒有記錯 因為實際那個年份 我又不記得 但是是2000年之後出的 那個女總統 所以其實裡面 全部都是真的有的Barbie公仔 那有沒有出黑人Barbie呢 有 因為在 2000年 應該是 九幾年尾 2000年頭 他就因為 那時候好像有 因為我都說看那個 所以說那個紀錄片 那個紀錄片很值得提 就是說 為什麼會出這麼多國籍的Barbie呢 就是 就是因為 那時候有一隻公仔 那隻公仔 就搶了Barbie的生意 那隻公仔 其實我也見過 因為我都 我見人玩過 其實但我不太喜歡 那隻公仔 我不太記得叫什麼名字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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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最成功的地方 就是 那隻公仔不是一個白人 就是 你是一個可以 你落他 什麼國籍都可以 就是 什麼樣子都有 什麼國籍的東西都有 不知道 四隻還是五隻 然後Barbie 是一個白型的代表 變成了 其實他們那時候 那時候 那時候 Battel就開始應急 就開始救急 就說 哎呀我們要出多些 多些不同的國籍款 那就吸納不少的 客員 那其實是否成功呢 就不是的 但是 始終大家都要玩 但是他確實 真的有出過 這麼多不同的國籍 的Barbie 那 那 戲裡面其實 甚至有Barbie的妹 但是我不知為什麼 氣氛力甚少 但是他的房子 又真的是 以前我們說 阿妹住的那間屋 因為阿妹 其實很壞 你玩Barbie 不知道為什麼我對他 周邊的東西 周邊其他人物 是沒有什麼興趣的 例如他的妹 阿Ken 那些 我都沒有什麼水 你不會買Ken 你買Pan什麼鬼 阿Ken都沒有三門 但是那時候 做阿Ken出來 是為了 他要做一個Barbie的伴 所以他才 做阿Ken出來 而已 是啊 因為他說 那時候女生就說 Barbie好像只有一個人 好像很寂寞 不如 不如 弄個男朋友給他 所以 那時候 Battel才會出阿Ken 所以其實戲裡面 都有 恥笑一件事 就是說 阿Ken其實是Barbie的附屬品 阿Ken 如果沒有這個Barbie 他什麼都不是 那些感覺 所以他不斷 阿Ken 不斷要去 描述Barbie的重量 因為他的存在價值 就是Barbie 覺得他有存在價值 其實這個很可悲 其實戲裡面 他有說的 其實你初看 是沒有問題 因為我們以前 玩Barbie真的是 Barbie和Ken 你是不會 其實 你不會買一隻 你不會買一隻 其實我不知道 看完電影 才知道原來 出了那麼多 神經病 例如那隻Ellen Ellen Ellen是六七十年代出的 Ellen Ellen 其實是很偉人 Ellen 他那時候出現 是說是阿Ken的朋友 但他又經常穿 阿Ken的衣服 你會覺得 他是很相似 其實 現在你看回 甚至有些LGBT的網站 都說 其實Ellen 應該是阿Ken的朋友 但是你不會很弱 那時候是 所以Ellen 其實出了 我想他出了一次 之後就不再出現 因為 其實不會有人買的 其實我沒有想到 後期 連Sugar Sugar Daddy Can 也有出 還有一個Earring Can 就是戴耳環的Can 我真的不明白 出來做什麼鬼 真的有人看 但是 原來他說Earring Can 好像是 是很受同志歡迎的 即是男同志歡迎的 因為他覺得 咦 我們也有屬於 我們的 角色的玩具 這樣 這個也是很異常不道的東西 但是你看電影 你先 因為我們玩開的時候 是玩Barbie的 所以其他的 Barbie出現 我們就很開心 但是阿Ken出現 阿Ken 其實 其實 不是太過 著眼去他 但阿Ken 真的出了很多阿Ken 這個笑笑 一套戲 我覺得比較信息的地方 就是他對於阿Ken的描寫 是比Barbie少很多的 尤其是說到阿Ken 去到一個現實的世界之後 接著他接觸了幾本那些 父權主義的書籍 然後拿到那些書籍 然後看完之後 覺得原來我可以這樣去生存的 然後就 回到Barbie 然後變成一個CAN 但是他怎樣去洗人腦呢 就是他的過程 其實他是有些過程 是 他主力好像去到 說Barbie 怎樣去覺醒 其實是 是的 是的 你想像這件事 導演始終是一個女導演 還有他 我們平時對Barbie的印象 是Barbie大過Ken很多 所以 無可避免的套戲 其實都是有些女權的 但是他 說的那種女權 我覺得他是一種 有智慧的演繹 這個世界裡面其實有很多女權 女權 父權 男權 有很多左膠 右膠 男膠 女膠 等等 他 想說一件事情 就是說 你 有很多風氣 有很多權主義 其實你是 自己懂得思考 他 我覺得 很多人都覺得是像女權 但我看完之後 我反而覺得其實 他戲裡面 他很表面好像說女權 但是實際上 如果你有留意到 我覺得他是在諷刺 這些父權和女權 因為在Barbie大裡面 不是很女權的 但是當在現實世界的時候 尤其是美國那邊 你也看到 他的父權主義很強 例如你有沒有看到 Mattel 那些高層 全部都是男人 其實 沒有女人的 Mattel那些高層 我有多佩服 編劇那個膽識 就是 Mattel的高層 人都形容 每個都是那些 父權主義的那些 壞蛋 所以這件事 我覺得他真的 很膽敢這樣寫出來 因為Mattel的CEO 很多在現實世界 是女人 其實是 尤其是Mattel的設計師 你在裡面 我問你這個 這個才好笑 你是不是記得 有一隻公仔 是說 推一推Barbie的手 你的胸部會變大 有一個設計 是 是啊 電影裡面有說 我看過紀錄片有說 其實那個 那時候 因為 因為 Jack走了 然後 Rolf出了事 那時候 Rolf出了事 因為他老公 因為做假象 被逐出Mattel公司 之後 Mattel好像群龍無首 之後 他的設計師 是男人 就設計了 大波 就是會變大波 很多的Bubbie 其實當時 女設計師 有一些 女職員 應該是女工作人員 就說 死定了 你死定了 這個設計 這個設計 很迂腐 很討厭 之後 沒多久 Mattel要引進 一些女設計師 進去 之後 有很多款 很大受歡迎的Bubbie 才可以 挽救到 當時 Bubbie 是男設計師 你說的大波 Bubbie 其實是一個 現實世界 是男設計師 設計的 整件事 真的很負拳 這件事 很諷刺 有一些 設計的 設計 其實 你看完 紀錄片 你會覺得 原來男設計師 和女設計師 真的不同 所以這套戲 我覺得 我很佩服 Ageida 是找到 Norv 一男一女 去做一個微調 其實他會兩方面都去看 其實 他說這個劇本 是因為COVID 那時候 他們兩個閉關寫了兩年 因為他們是一對情侶 來的 現在是 所以這個故事 就這樣砌出 好像戲裡面 他也有說 Ken的覺醒 Ken 他一向都是附屬版 去到現實世界 看到 原來男人 其實很少這個力 你不覺得是 調轉了一件事 好像 我這些女人 有時覺得 其實女人都可以做這些事 為什麼女人不可以做 Ken 你進去看完電影 覺得調轉 Ken 去到現實世界 就覺得 男人原來可以做 這麼多事 可以去見公 可以騎馬 馬其實是一個聖精的意思 是 然後 他覺得 原來 我可以做這些事情 好了 我帶回到Barbierland 那反而是令到 整件事是驕往過正的 就是令到 其實 你這樣好像現在 女權 有時 平權 我不是說女權 如果你太過分的時候 你是會令你反感的 其實出現的那個 是一個反效果 你不會覺得是 是令到你 看得舒服的 那這個 我覺得他很有趣 很噁妙地 他用了Ken 這個人 去講回現實世界 就是你可以這樣套 這樣套 來講回 是拿回現實世界 現在發生的一些事 他借Ken 這樣的行為 去笑現在一些 過分地平權的事 和人 這個 所以我覺得他很高張 其實他 你可不可以 他是不是明笑你 不是的 我只是說說Ken 但是你有心去 去知道 現在發生什麼事 你就會看到他 原來他 都是在恥笑這件事 因為他恥笑的一件事 就是 芭比蘭和Ken 其實是兩個 極致 一個就是武器社會 一個就是父權社會 當中 那個社會裡面的人 其實是 不是很思考的 就是 所以變成 就是 阿Ken 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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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裡 其實 那些人好像被洗腦 被洗腦的意思是 你不想 你看到 好像 這個父權社會 很吸引 然後你就 都跟他 去到 那樣 如果你從一個 比較政治的角度 來 去看 這件事情 其實 你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解讀 因為他 很哲學性的 其實 他裡面說到 其實有很多 社會 其實你都是 鼓吹著 這一種 北京思考的 一種生活模式 我最近 說多一點 我天天走過地鐵站 我都會 看到一張 叫做 叫做 開心香港的 一個 地鐵廣告 那他裡面說到 開心香港 其實就是什麼呢 就是 你不停地去 消費 去玩 跟著去送機票 送機票 有很多 飲飲食食的優惠 我想了一個問題 就是 是不是不停地吃 和玩 和飛 你就會開心呢 就是他是不是想 重新定義一件事 就是 你不用想 很多 那些很深層次的生存意義 那些東西 總之 你吃飽了 你就開心了 這樣呢 很對 你正在說 其實他就是 所以他借著Gloria Gloria就是 現實世界的其中一個人 因為 她出現了一些異樣 其實 突然間 懂得思考 和很優秀 和最重要 就是 他的腳跟會碰到地 這個真的很好笑 他的腳跟碰到地 他就覺得 不行 我要去現實世界去解決 其實 很簡單 他只想變回以前的生活 我只想變回以前的生活 但是當他去到現實世界 亦經歷了 Barbie的轉變之後 就是危機 Barbie開始懂得思考 開始懂得 其實 是不是 我這樣的生活 好像你說的 是不是這樣就開心呢 其實 我是不是想要這些東西呢 突然間 Barbie 就覺得 其實我好像想要多少少東西 我不是好像以前那個 只是 一個普遍的 Barbie 我只是想吃喝玩樂 每一天就是過這些日子 那如果我不想過那些日子 我不是要去 我不是要去 跳出那個空間圖 然後我要去 一個 一個 另一個世界 去做一個認知 做自我認知 其實這個就是 你說的那件事 吃喝玩樂 其實是一些很表面的開心 其實尋找你 另一個快樂 是用另外 可能是 再刮心一點 這些就是 他就借著Goria Goria其實 如果你看回Goria Goria才是真正玩 Barbie 最初是 Barbie 以為是Sasha 但是原來 影響她的那個是Goria 而很有趣 Goria的年紀 其實就是我們這些年紀 就是三、四十歲 就是有玩開 因為那時候 Barbie 是最盛行的 那她是 賦予了很多 寄望 很多 情緒給 Barbie 因為她希望有一個 付託 所以才會出現Goria Goria負責 亦都是負責去 去喚醒 Barbie 所有的 Barbie 其實再繼而的 就是 Barbie 去喚醒了Ken 令到Ken 其實Ken 你不是一個附屬品 你本身是一個獨立的 一個個體 Ken 所以她最後 令到Ken 去找回他們 自己 屬於自己 喜歡的東西 而不再在以前 那個很 很空白的Ken 這個是很突破的 這件事 但是我們的社會 現在是 是在走一條 一條 是 她想一個社會 成為一個 Barbie Ken 所以這套戲 大陸不收得是正常的 是 所以這個 我覺得她最厲害 就是她真是一個 這麼漂亮的畫面 好像一個唐衣包裝 裡面其實在說一些 一些哲學性的東西 但是她真的不會令你沉悶 她反而會令你 所以我有些朋友看到中段 其實她很感觸 因為她 好像看到很多 自己的問題 其實戲裡面她是有說的 其實Grader 她一向都寫的東西 都是這樣的 那些戲 是會令你很腰中的 其實有一些東西 但是她又不會寫得很明顯 她用一些很戲劇性的手法 一些很開心的 很特別的手法 尤其是這次 Barbie 她是用很多歌舞 你哪想到 Ken的戰爭 她最後會玩80年代舞 那裡真的笑得 全場人是反腦 但是我也覺得 糟了 其實真的 你是很熟悉 你是玩開 Barbie 那些人 你生活在那個年代 你看那些畫面 你真的會笑 因為就是 咦 就是我們以前看的那些東西 就是她可以融入去這些情節裡面 我很佩服她那個導演的眼界和設計 她不甘於把一個 Barbie 來到原地踏步地 來說回 Barbie 就是一個 Barbie的世界 她真的 重新賦予 Barbie 一個新的意義 就是 這件事 就是我們近年 就是我們近期看很多一些 翻拍的電影 其實都是用舊巧的 你就算看 M.I.翠新那集 其實她都是把第一集裡面一些的動作場面 跟著就升級了很多倍 但是 背後裡面說的話 其實是沒有改變過的 是官能刺激 她只是給你一個 但是 Barbie不是 她真的讓你想很多東西 其實你笑完之後 就開始反思 因為其實她 為什麼說她像Matrix 因為就是說 Barbie 如何覺醒 就是由 Barbie 其實只不過是一個 一個夢幻 Mattel 他們創作出來一個夢幻的地方 但是當她跳出來的時候 她會發現 原來這個世界 原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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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們說 所以你看 真的是 所以我佩服她 其實她不會透露很多情節給你 我們再說一些演員 你哪想到 沒有Round Ghosting 可以去到這麼盡 還有 還有 Margot Robbie 你可以好笑 她裡面有個第四道場 其實Margot Robbie 其實都不是 Barbie 一個最好的首選 但是Margot Robbie 又真的給了 Barbie的感覺 還有 我也很佩服她 找到 海倫美魂去做一個 龐白 一個智慧型的龐白 其實她裡面有很多東西 都配得非常之好 當然 以前我們不太留思慕 所以我也沒有什麼 我覺得OK 她那個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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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雞雞的一個形象 我覺得又適合到 即是那套戲裡面 那個 Cent的那個形象 我不是很喜歡她 所以 我覺得 嘩 她這麼多氣氛 但她有 有些好笑 其實她裡面一邊寫到 她有一些 夠夠地 即是 Cent也是夠夠地 即是她又做到 那種感覺 其實所有的Cent 都有那個feel 所以 那個場景的調度 是很厲害 你一定要有一定的 這樣的功能 你才能控制到 整班演員可以這麼瘋 即是可以去到這麼盡 即是你去得盡 而玩禍了的話 就金草莓大熱來的 是啊 但不是 這套真的值得入場 其實我又打算 因為我發覺有些東西 我還未看得清 即是再回想 我不是錯過了 不如我進去看一次 就算當是 我看我小時候 很想買那間barbee屋 我沒有錢買 我現在看到那間 真正砌出來的barbee屋 我也很興奮 而且她那個barbee屋 即是她 她有些設定 她真的做到 你玩barbee的時候 那個設定來 即是說她沒有水 你平時玩barbee都沒有水 你廚房玩 煮飯仔都沒有水 那又配合的 是啊 這個我覺得她所有細節 是做得很逼真 但是她裡面原來 是說一些很深的東西 即是我很陪伏這套戲 所以我覺得這套戲 真是金旗 其實是在美國很大修 這套戲 香港也很修 其實 所以我不用說 你們會進去看的 不過我會看第二次 好啦 那我們這一套戲 我們就說到這一套 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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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會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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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看好